文郭議員 請發言 謝謝主席 那個勞工局長 王局長 那個你剛才報告的 那個四、三、一、有關於職業訓練跟就業服務業務裡面 辦很多 有關於就業媒合 本來來建議啦 我常常來建議啦 那就業媒合辦這麼多 到底媒合率多少 你這邊從來都看不出來 有可能會輪於行事啊 輪於行事之後你中去消化府省啊 不知道好到不好啊 你只有促進就業到那些 會展中心的員工而已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報則一個年來問過 今年又沒什麼 然後那個 局長 這樣說我都當中吼 我要請教一下 是怎麼跟我們台南市部辦勞動檢察處啊 你說幾個邊啊 為什麼 這個部分我跟宜言報告吼 目前 實際上我們事件事 巡北市有 台中市今年十一歲 七歲成立 對 我跟 因為現在勞委還是 為什麼只有我們台南市迟迟沒有提出來 我們也有 他每一次都有開會我們都有提出來 你都有提出來為什麼這邊沒有成立啊 因為我們現在為什麼還沒有成立啊 因為現在像新北市 他要求 然後我要發給他 勞動檢察員的檢察證 然後我也不發給他 為什麼 他們都已經成立啊 但是 為什麼我們還沒有成立 他成立的運作上還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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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 你到底有幾個月沒有嗎 一年了嘛 你到底有幾個月沒有嗎 我們以前是有在規劃 當然我們現在是他還沒有訂到資料 我們還是用 你有規劃 我整本從頭給你看到尾 完全都沒有寫 你有規劃 當然我們是有在規劃 因為你這個必須要再報 青菜公共的完全都沒有規劃 沒有寫 人人都可以成立 你為什麼不可以成立啊 難道勞工的權益不重要嗎 但是他目前成立做 他目前運作什麼 你說那個 協調 協調三位 五都當中二位 那個勞委會 還要求 全面性的擴大執行派遣勞力的這個勞動檢察 要求五都專民先的配合 你要三三位跟人家配合啊 勞工安全衛生中央要負責 地方負責勞動條件 你為什麼要跟人家配合啊 我們勞動天課一樣有在配合在做檢查 你這個勞動條件到七六六而已啦 我來查過了啦 那真正該成立的你不成立 拖一檔二檔二檔 到這個時候你又完全沒用 你這次都沒要成立了嗎 你有要成立嗎 我問你一下 有沒有要成立啦 這個當然我們有在規劃 但是目前我們還要是有規劃 我們台南市有要成立嗎 當然這個我們 市政團隊你們還去做一個調整 包括在新的偏惡的部分 我們來做 調整 聽不懂 到底會不會嗎 當然我們這一部分 人家都成立 我們是怎麼不能成立 我這三個都沒有 你說的都不是理由嘛 到底有沒有要成立啦 你到底困難點在哪邊啦 對不起 郭議員 這主要是因為他 老委會他是不下放的 什麼業務不下放 你清採公共的 勞動檢查要下放給我們五度啊 你才不知道啊 安全衛生的部分 他流到中央啊 流到南檢所啊 這你就清採的 你才不清採 人家台中也是這樣分工啊 如果我們沒要成立 市政團沒案 這也不是說 因為市場事業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現在業務不下放 我們如果人一片就下放 就要下放給地方啊 一部分啊 勞動檢查啊 你們有劃分嘛 我不是不知道嘛 這明明你知道的啊 拖擋滑滑滑 都沒看你有進度 當作報告連嚇到就沒嚇 你要怎麼對他去台南市的 這裡留間朋友啊 人家來問說 是怎麼五度當中 是怎麼跟台南市沒有 你要怎麼說啊 我來問你就說不出來啊 我以為我是要怎麼說 但是勞動檢查部 我們還是有在做啊 你不要說那啦 勞動檢查處他所有權益當中 他的下放那裡就有差嘛 我來記一個 郭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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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大同公會 二月二月三法文給你 要求你按大同公司 來做法款 你有法嗎 要求你限期 給付加班會跟限期改善 你有法文嗎 你發文了沒有 沒有 這就是你的勞動檢查業務啦 對呀 啊結果怎麼樣 搞什麼都要不做啦 跟議員報告 我們已經依法採取 你的發錢 你發錢有露營嗎 浩江有收到加班會嗎 你發一次而已啊 你要求他限期改善 你才可以要求連續處罰 什麼 該做法會的公款你都沒有做 但你講幾個遍 叫你發文你都沒有發文 我手頭裡面齁 有辦法新北市 有辦法台北市 有辦法中華官 全部人都有發文 給公司 要求他限期改善 是要讓我們台南市 不能發文是嗎 是怎樣 你說給我聽話嗎 是怎樣 說不出來 這就是你的勞動檢查的業務啦 結果怎麼樣 辦得怎麼樣 黃區長 大夫直手啊 來講幾個遍 來講不聽 二月二月三月 講到這當今 在那回到不出來啊 好聲好聲 大家講到講不聽 一定要跟議員 大家批佩叫 現在怎麼辦 國務大 我們回去 規劃 等一下因為 這個必須要 今年度還要報 增加 那個我們的偏知名額 有報嗎 人事處都要問過了啦 難講你還可以當成立勞動檢查處的啦 國務長 你這個個案有辦法處理嗎 這個個案齁 我們有查到他的三家分工 那個營業 阿你的違法 你都可以跟他 你都跟他處罰 你不能要求他限制改善 你又有機關善 困難點在哪裡 那個我們回去 因為整個行政程序還是 處分起來還是承輸意見 我們已經處分了 然後他沒有 你以為23 拖下這當金 你發一個問 都有那麼困難嗎 今天幾號了 拖下兩個月了呢 你要怎麼邀請他 你要怎麼求他 請個案來說一下 你要怎麼來要求 好那我個案我再拜託我們國歌團我去馬上去做處理 馬上發文 那勞動檢查處咧 因為我們要必須要網上報我們的那個編制的名額 你回去隨便嗎 對對 就安心要行列嗎 對 好好請坐 社會局長 蔡議長 那個我們富康巴士將有幾台車 現在有46台 那按照規定是不是要配組爾 應該要 那現在有幾個司機 28個司機 我們已經給他行文要求他要限期改善 不然的話會用那個會有懲處的 限期限到什麼時候 4月30 4月30以前 對 你知道嗎 你們富康巴士的事件事件中情 我知道了不只中情我 稍等有起來講話可能都是有想到中情書的 他整個服務人次已經超過300人次了 有的公共要到四把 照說你非推廣時間到2月期滿的時候 可以超過兩百六還是就可以了 結果這樣是你的人力配置不足 你給他們這些人工作負擔太多 他來 你現在委託的這個協會 簽訂了那個試用期三個月簽一次 三個月 來又簽三個月 我請問一下富康巴士有季節性的因素嗎 應該是沒有 如果沒有季節性的因素是我們三個月三個月簽一遍 他這樣子三個月三個月開一遍 對樓港的管理有什麼影響沒有啊 你跟那個局長指教一下 你那邊跟朋友三個月三個月簽一遍 他如果是延續下去還是一樣是不定期的 那既然勞動權益沒有變的話是一樣不定期 不定期契約的話是怎麼三個月三個月簽一遍 為什麼 學長你了解嗎 王學長請坐 小學長你了解嗎 那個我們會希望他按照這個勞計法來僱用 一樣是沒有違反勞計法啦 那但是會造成受僱者心裡頭不安定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你要委外的單位啦 你可以委外 業務可以委外 但是權力不能委外 你業務可以外包 但是權力齁要保障也要外保 你不能外包之趣以後你都沒有補了 沒有你的經驗 我們外包最重要就是要求他提供給這些使用者最好的服務品質 那在管理方面是由委託單位去管理 你回去齁要求一下 他這個基本上齁這樣的方式齁 對他所有司機 從事司機業務工作的朋友非常不公平 你心裡不安定負荷又過大 你想對車上的人比較有安全 這樣會達到你外包業務的目的嗎 我們會查他有沒有業務過重的問題 有沒有業務過重我就來講 我們也就喬過三百了 有沒有業務過重 你查看你就知道了 你人太多的工作都一樣那麼多 配置不足 業務量一樣那麼大 三十秒給郭議員三十秒 你等於齁這件特別處理一下 齁 名額配置要過重的問題 全力義務的一部分齁 你即便你外包出去 你所有的品質也要保障 對 所有的權益也要保障 你不但業務要外包 但是你權益齁 一定要外包 這樣有了解嗎 有 沒有問題 數據 感谢观看